这张表我就直接取名 叫做各年出毛利率分析 各年各月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一个视觉化分析 然后我们透过图形呈现一些数字背后的资讯 提供给老板做参考 小小题目请大家思考一下 好 你看一下 我们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是以年来去做数据分类 我们这个资料是用年来去做数据分类 对不对 这边我刻意把这个 这个年稍微变大一点 因为真的在很多很多的数据分析里面 我们通常在意的是什么 是一个类别分析 好 那因为我本来 我本来在这里 我是不是透过年跟月来去去思考 就是说这个时间点 它的一个产品类别 类别地区的获利差别的分析 对吧 那可是你要知道说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想要去去做分析 那你有没有思考 我们这里面还有还有像什么 客户 客户有看到吗 客户名称 我们可不可以把那个客户分成 从最好的客户 就是会给我们带来高利润的好客户 还有一般客户 以及澳洲来的 不能这样伤害澳洲的一个 那个世界居民 就是就是不好的客户 例如说利润很糟的客户 那假设你现在你想要把它分成三类 请问要怎么分类 有听得懂我的问题吗 因为通常通常我们要针对 针对好的客户 我们是不是要跟他黏条条 然后我们要知道客户喜欢我们的什么产品 然后然后那个哪一个地区 是我们的主要的客户的来源 这是不是都很重要 好那不好的客户 他到底是买了我们什么产品 那我们是不是就尽可能把这些不好的产品呢 看看说是要下架 还是要再做什么处分 以免以免像例如说 刚刚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张报表里那个有附的 是不是桌子是附的 好那桌子是附的这件事情就很不好啦 好所以请你们稍微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各位这张资料表是在算各年出毛利率的分析 而且到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分析出来说什么地区 什么类别什么类别的那个出毛利率是偏低的 好那就可以去因此而去思考 然后想到问题的就是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 那另外一件事就是请你们仔细看一下 如果我想针对客户做分类呢 在这边又该怎么做 这就是下次会跟各位解答 还有各位知不知道我们这里面2017到2020年的资料 那假设我今天我拿到2021年的资料 我拿到2022年的资料 我能不能直接为资料进去 然后这些图全部自动帮我画完 这也是数据分析大家很关心的事情 您说不是吗 好